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港版國安法政治市大跌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1349點 收報22930點 成交非常活躍,有1,805億 是3月19日以來最大的成交 大跌了多少呢?恆子是5.6% 是2015年7月以來最大的跌幅 所以說政治市大跌 事源昨晚人大說有一個港版國安法 香港就受政治市震盪 現在市場最擔心的就是 香港本身會不會有很多的震盪出現 所以今天本地的地產股 很多都跌到一波一波 有些跌一成,破底了 另外就是怕美國方面的反應 會不會造成撤資的影響 所以今天人民幣和港匯都出現比較大的跌幅 我們逐樣逐樣說 先看恆生指數的表現 恆子,今天一開始跌穿三角形 一開始就跌穿了 剛剛好,一開始就是三角形底部附近 然後就一直下來 按照量按照度 如果當作三角形 計算大概是22,500區 如果當作上高是一個橫行區阻力 就要跌到22,100區 大概就是3月24日的水平 這一天最低是223,22383 即是221至225的中間位 這一天最低 這裡有一個上升裂口 上升裂口3月23日最高位是22064 22064,即是22100區 如果跌到這個量度跌幅的22,100區 或者這個22064 即是補了這個上升裂口 是有機會的 因為這個政治史 好了,我寫著一個一字在這裡 第一個目標是下跌到這樣 如果情況是再惡劣一點的話 是有機會跌穿3月19日低位21139的 3月19日低位21139 為什麼呢?因為今天的成交很大 今天是有很大量的資金撤枯來 雖然跌得這麼急 不排除有一點技術性反彈 可能因為今天有接近1350點的跌幅 你說反彈幾百點 二三百點有沒有可能?有可能 但是,要注意了 反彈完不是代表好 因為已經大概這裡一個月的橫行區 所以,跌破了 昨天我和大家說的三非烏鴉 我都說明我有點偏淡 結果昨天公佈了一個 比較理淡的政治消息 然後今天再下跌 然後一下跌穿這個橫行區 通常都是這樣的 其他技術上高這些呢 橫行了很久很久 不知道發上還是發落 最後如果那個消息是差的話 出現真是跌破的時候呢 就是很多人就是 武器玩劇走了 不斷沽貨走了 不斷要錢不要貨了 這個就是技術上高 所以有機會先是下 22100到22500區 就是你當它是223 中間位 大概就是這一天 3月24日的低位 但是最低的時候 是有機會回補了這個上升利口 但是如果再進一步下 是會跌 有機會跌穿 3月19日那個 近期的低位 21139 說到最怕的就是 其實就是撤資的問題 就是說美國如果跟中國 就是說又硬碰的時候 會不會推出一些 比如說影響香港的 深遠的一些條款 例如撤銷這個香港 最為國待遇地位 關稅局那些地位等等 或者限制美國的基金投資 在香港 香港進行投資 或者不給買的那些股票 那搞到呢 就是現在呢 人民幣 偏遠 大家看這幅圖 這個是在岸 美元兌人民幣 鄉上就是人民幣 這個是在岸的 美元升到去7.1322 人民幣跌到7.13 但是離岸的 其實呢 再低跌 跌到去7點 大概是16 這樣的水平 7.16的水平 所以呢 就是說 人民幣是正在藥的 錢是正在走的 好了 港匯方面呢 情況類似都是這樣 不過港匯之前是因為強的 去到7.75強方保證那裡 但是昨晚和今天呢 就開始轉弱了 昨晚大概呢 就跌到去7.754 那麼現在就跌到7.757 向上就是 港元跌 港元弱 就是美元強 那麼那些錢呢 就走了 那麼這個對港股也都是造成壓力了 那麼今天的 就是香港的 香港的銀行同業拆息 Hyper呢 就由0.6 來升到1.0 幾來 升幅都很急的 所以也都說 股跌得比較多 好了 今天就是講真真是 頗多股份呢 就是出現這個比較 傷或者是慘的跌幅 以本地地產股為例 領展 今天呢就破底了 就是4月初的低位 62.65%跌破了 今天下跌呢 整6.9% 就是跌幅有10.2% 去到60.95%收市 就是很傷 但是下跌超過一成的股份 不是只有它一隻 例如恆子成份股裡面 順和置業 83號 都是跌10.3% 挨近一成的有新世界 跌9.8% 那麼另外一些地產股 順便說 新鴻基地產跌7.8% 長實地產1113這隻 跌8.4% 那龍頭股方面 匯豐其中一隻龍頭股呢 是破底的 雖然它跌幅呢 就不夠7% 就是算在今天來講 不是重災的了 真是不是重災的了 但是啊 就是走勢上高呢 就比較弱了 跌到去35.85%收市 這個差不多是可以說 超過10年的低位 都挺傷的 事源就是 講到就是又不派息了 就是那些這樣的問題 加上這個本地 也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這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呢 匯豐比較弱了 還有呢 有邦保險 另外一隻 金融股 都當它是本地金融股來的了 那它這隻是 和銀行不同 保險公司來的 今天跌9.4% 的一支長身陰燭 本來一個 下跌通道 跌穿了通道 那有機會呢 可能真的要試回 3月低位了 60.05 向偏淡的 另外 今天ATMX股 本來炒得很過癮的 這批股份 以美團點評為例 今天跌成7% 7.1% 收報118.5% 但是當然 走勢上高這些都還是強的 有點像黃昏之星 是不是 那這條上升軌 就未跌穿 但是有機會跌穿 可能要考驗 大概100元這些密集區 之前都是100元左右 是不是 可能要下回100元區 那今晚阿里巴巴會公佈業績 ATMX 阿里巴巴今天跌3.9% 算在裡面 ATMX裡面 跌幅最少那隻 了 騰訊 今天跌4.8% 那小米就跌6.6% 這些都是跌得比較傷的 整體現在來看 在一個政治史之下 大家都是要小心的 即是說 最好都是 以先臂為上 或者你是要做一些 做淡一些的 利用一些工具去做淡 保障你的一些 持貨 如果你還沒走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今天來說 短線肯定轉淡了 那中線來看呢 如果這兩天都上不回去 24,000 23,000 白樓上呢 都是轉淡的 因為它一下子 就是這裏過幾月的 橫行區跌破了 那我一直都有少少偏淡的看法 那現在就是 都 猜不到什麼原因的 這次原來是政治原因 那現在跌下來 記住都是 看守不守得到 這個 兩萬兩千 一百到兩萬兩千五百 這個區域先 那我覺得是 如果美國 又出重招 即是中美那個關係 更加惡劣的話呢 港股 是有機會 進一步下跌 而是跌破三月 那個低位 21139 都還是有機會 但是暫時來看 先看著這個 221到225 這個水平先 如果再要 補充多一點資料呢 就是說 今天其實內地 兩會期間 就是 李克強總理 提交過政府工作報告 其實都是有些偏弱的 那 例如是些什麼呢 就是說 財政赤字雖然上條去到3.6% 規模比2019年 就增加了1萬億元 但是這個規模 大家都知道今年其實那個 經濟狀況非常之差 是不是 就是 所以它沒有定到那個 那個 增長目標 所以你如果只是財政 只是上條到 3.6% 不算多的情況底下 恐慌 就不足以刺激的經濟 另一方面 抗疫特別國債的規模 只有1萬億元人民幣 就 也都是 但是教市場預期的1.5萬 是少的 就是說 政府財政刺激那方面 未必 很強 中央似乎就是 它有不定的目標 就是說今年 不可以說它放棄 而是 它只是會補就業 而經濟方面 既然全世界都差的了 就不是強行去谷 無謂強行去谷 就會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 搞到你今天 其實上證指數 那方面也都是比較 就是有出現一個調整的 現在就險手上升軌 如果星期一 或者星期二 都未能夠 就是重返其上 或者甚至繼續向下 大家要小心 可能 內地股市 都是偏淡 可能都是出現一個跌破的跡象 整體來看 如果內地股市都是偏遠的 也都是對港股不利 所以 港股首先 受到這個政治市的壓迫 是偏弱的 而內地方面 也都有機會偏弱 而最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美國的一個反應 也都可能會搞到港股偏遠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短期 或者有一個技術性反彈 但是不足以扭轉那個大局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